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将于明天下午1点 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就此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撤销错误决定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我们不希望2023年8月24号 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汪文斌表示 8月22日 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锤秀夫 就日本政府宣布将于8月24日 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 强烈质疑和反对 执意宣布将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这一行径 公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 和国际社会 转嫁核污染风险 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地区 和世界各国民众长远福祉之上 极其自私自利 极不负责任 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汪文斌指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 是经过核电站堆芯融化的水 这种污染水 同正常的核电站废水的排放 完全不是一码事 两者的性质不同 来源不同 处理难度不同 日方有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恰恰表明了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科学 有意蒙蔽国际社会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 撤销错误决定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以真诚态度 同周边邻国善意沟通 以负责任方式加以处置 避免对全球海洋环境 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 覆水难收 我们不希望 2023年8月24日 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他人还强调 如果日方真有诚意解决邻国的关切 就应当在不预设结果的前提下 开展交流 充分讨论所有可能的安全处置方案 如果日方坚持强推排海计划 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海洋环境 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